环保让大地变清静 仿佛也让更多人的心脱胎换骨 正眼上人在今天的志工早会就提到了 慈禧人是用身体力行做环保 现在走过20年要改变一个方式 更往前迈进 要推动一种清静在源头 环保精直化的概念 但愿每个人都能够敬天爱地 响应资源回收 这才是真正觉悟有情的人生 欧洲地区的热浪一直没有减缓 连马路都被太阳融出一个大洞 但东欧国家从上个月开始 雨就下个不停 在罗马尼亚大雨带来洪水 许多民众受困 淤泥更堆满家园 大气候的不调和 就是现在的污染啊 太严重了 污染都是出在每一个人的生活 息息有关 所以我们现在呢 人人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那就是环保 敬畏天地 相爱互动 这才是真正的 觉悟的人生啊 慈离志工庄春桃 在家回收分类 所有的瓶瓶罐罐 都要经过冲洗清洁 减少环保回收的负担 落实清静在源头的理念 慈离志工林秀仇 13年来身体力行做环保 也带动社区住户做分类 让邻居拥有爱物习物的环保好观念 家家夫妇呢 去做宣导 那清静在源头啊 因为呢 人人啊 都是在制造垃圾 也期待人人呢 要把这样的垃圾变环保 环保可回收 还要提高品质 我们现在呢 真的就是要重视环保 这种的精直化 我们一定要提升 慈离环保20年 带动环保回收观念 也要从家家户户开始 清静在源头 带云人一起洗衣服造服 留给下一代更美好的环境 当然新闻温公家 甘育伟 华联报导 谢谢大家